我接下來要展示的 就是當初所有外國人愛上台灣的原因 注意看畫面右下角 That's my man That's Taiwan 這就是台灣 你懂嗎 就是 我很喜歡這種台灣很大部分 那不是所有的 但絕大部分都很隨和 然後很熱情的這件事情 以前的這種 用現在眼光看起來很突炮的 眼鏡就都超好 好 雖然就是 但是 就是那個年代的東西就是好吃好吃啊 看硬點那一部 不知道為什麼 得到非常非常大的環象 好像蠻多人想看第二集 所以今天她是來的 我直接趁熱打鐵 趕快再拍第二集 我其實不太記得我真的拍到哪裡 應該 應該是這個吧 我記得好像是我姐在派對裡面 看起來好像女鬼對不對 就是那種 人家荒嬌女孩的一個吧 就把遊戲帶起來 對啦 這個啦 對對對 然後我爸有鏡頭尷尬症 她看著鏡頭尷尬 那她有笑的 好可怕 連我媽她都被我爸尷尬笑了 我爸看起來超級尷尬 她其實是1995年 某個人結婚的時候的 婚禮現場 其實有點像 婚禮結束的一個派對嘛 也許也是 有問題 所以 這段就是波蘭文 剛才這一段就是波蘭文 現在你們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學波蘭文 太 難了吧 那是什麼火星文呢 欸 是我姐嗎 Kristina 對 我姐說Kristina 那是我姐 對 所以那個小女生是我姐 1995年 我姐 哇塞 對我爸剛剛是穿這套西裝吧 這個角度看 這張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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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我爸 如果這是我爸的話 聽起來你有什麼好抱怨的 我爸從來沒有跟我跳過舞耶 他跟你跳過舞耶 所以他過世了 你就不要那麼難過了 跟他跳過舞耶 大姐 超屌的 我沒有想過我爸可以 這麼 活潑耶 就是 就我的印象 我認識他的 這 24年吧 對 我現在26歲吧 但他兩年前掛掉 所以是 我認識他的這24年 我好像沒有看過他 這麼活潑 這麼開心 所以 Kristina Kristina get yourself together 我沒有想過我爸會跳 也不是說我沒有想過我爸會跳 我爸會有時候 會搞怪的 跳個舞什麼的 但是 我好像 很少 看到他 在一個公開場的 這麼的外放 這麼的快樂 可以這樣講 大概這個感覺吧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這一面的 我爸我覺得還蠻酷的 因為我真的 從來不知道我爸有 這一面 就是這個樣子 我爸一直以來就是一個很嚴肅 然後很謹慎 可能第四個小孩出生之後 一切都變了吧 我不知道 有 來囉 派對結束了 我還沒按開始 看到那個畫面 很剪話秀 這是我姊 這我很確定是我姊 所以這不是1995年 我已經離開1995年的未來 我們往前紀念了吧 這個應該我才7歲 所以是1995年 就是3年後 沒有啊 我這麼大了 我是1998年了 然後這個看起來應該有4歲 所以這應該是2002年 啊對啦 這個資料夾叫2002 所以是2002年 2022年 好 Live photo 很讚 我哥超討厭鏡頭的耶 小時候 對啊 他不想被拍 等一下 他是在用鬥貓的方式鬥我弟嗎 這看起來像我弟啊 你們只是看他的手 對啊 我鬥體感都這樣鬥啊 他在鬥我弟 他把我弟當貓在鬥 我小時候就是上鏡頭這樣 你看 鏡頭在拍我這樣 我們 有我著 我以前眼睛好大喔 這不科學啊 而且這個雙眼皮 升到 變回單眼皮的感覺 這是我嗎 哇 這個金髮好可愛 我懷孕就是金髮 這是我弟 這是我哥 好我哥在跟空 空氣打架 你知道嗎 就是每一個 13歲以前的小孩 都會有這個問題 而且10歲 差不多 反正就是一開頭 是小孩就有這個問題 有些人可能到20級都還有 但我個人是大概在 13 17 22 到現在都會 我蠻酷的耶 我哥其實 蠻有趣的 你自己看還蠻有趣的 我來搶鏡頭 這鏡頭是我的主場 Fail me 我媽剛剛德文好像阻止我吧 所以我媽就 欸 冷靜冷靜這樣 然後我就生氣了 我就不要承認 明顯了 我就生氣了 嗨 嗨 嗨 為什麼不拍我 那是太近了 奶奶 然後我媽說 但太近了 這樣不好 結果 結果我 我現在拍片 還是有這個問題 就是 太近 改掉了 26年 改掉 我以前情緒是真的蠻不穩定的 離去承諾做的事情 這都第二集了 我們還有不知道幾百部影片要看耶 這到底我們家人是不是得喜歡紀錄生活 啊 這個是我的幼稚園在淡水 我好像小班跟中班是在這裡讀 啊 對 這就是我姐的國小 好 我姐有拍過 你根據她的頻道看 她有去淡水 然後去她的國小逛逛 好像 我記得有 我沒有點開看 但是 我看到類似的封面 啊 所以這種並排停車亂像在 2002年就有了 好啦 我沒有要抱怨 我只是說 你知道看到 我不討厭一下 其實這樣其實很阻礙交通 可是說真的台灣是地小車多 好像也沒別辦法 因為我有時候也會必須啊這樣 所以我發現真的不會 沒有辦法 我不會要碰朋友下車之類的 我覺得台灣可以多做地下停車場 我知道成本很高 往下挖屏 往上蓋櫃 但是 像台南 台南很多地下停車場 我就沒喜歡 台南人應該知道我在說哪裡吧 就有一條路 然後中間好像是公園 然後下面是停車場 對不對 我很喜歡那個設計 因為 第一你解決停車問題 第二你善用的地下空間 地下就是地下 所以我覺得很多縣市都可以 你知道 真相模仿一下 往地下發展 三美手展現兒童 我姐的style以前很不一樣 麥當勞的襯衫 對啊 這好像是漢堡 這是一個M 它走在十三的尖端 這是我現在在穿的衣服 它十歲就要穿 好這應該是就1998嘛 在2002 他們來台灣第四年而已 所以那時候他們可能還對台灣的街景 讚嘆嘛 然後我媽都會跟我說 其實以前中文字啊 對他們看起來就是一坨線條 我覺得他們這邊應該是拍一拍 然後可能回德國之後 可以去給我看 市家一粒十元 現在市家多少 我再查一查 今天的價格在 批發價是 40塊一台金 好啦 假設一顆將近一台金 我算拿 我算半年半斤 那今天就包上了 而一顆要20塊 看到通貨棚 任何侯之用 我的天啊 雖然我沒有吃過市家 說明我們在拍一起吃 其實 我覺得它長得很 我沒有像水果 很像 惡魔果實 大不了痛苦一場 喔 樂帶水果啊 他們剛來台灣的時候 可能覺得樂帶水果很酷 因為德國可能水果很多 嗎 那時候 我不知道 現在水果也蠻貴的吧 德國 然後這個應該對他們來說 是非常非常誇張便宜 然後又很多很多不一樣的選擇 所以對 就是像大家介紹的台灣一樣 天兩個要跳腳了 我很抱歉 但我有在群組問過你們 我能不能拿硬碟來拍片 你們都說好 所以我就拍了 對不起 但我覺得很好笑 我很喜歡拍這個 然後這我姐 他可能很熱 想睡覺 你看喔 注意看喔 仔細看喔 他有一個有趣的靈魂 只是他不敢展現出來 你看啊 轉瞬即逝喔 那就沒了 他想要逗 但他又不敢真的 展現出那個字 所以他就 你看轉瞬即逝 他露出了一點點的真正的表 害羞 面對真實的自我啊 像我這樣 這邊鬼鬼鬼叫之類的 其實就是很多2002年的街景 你看這個就是淡水人 住淡水人 我應該大概知道在哪裡 淡水捷運站 對面那一區 很有小巷子 淡水人應該知道了 我就講說 2012年就長這樣 超酷 不過對眼光怎麼樣 叫了一個亮紅色的吊嘎 欸為什麼會穿吊嘎 我今天覺得穿吊嘎 很刺乳 我其實看不懂我在幹嘛耶 我以為我是要想辦法把衣箱弄下來 但是我後面看看 我是在研究那個 吊嘎吊在那邊那個左右晃 它的移動軌跡之類的 然後它的滑動 它的物理迹象之類的 你知道我看不懂 你在幹嘛 然後安迪等你 或什麼 可以直接不要提 好 可以謝謝 對 我要告訴你 所有商店都一樣 對 我在新聞將那一集有講過 我爸以前 覺得就是 在台灣就是 女性的內裝 可以很開誠布公的展示 在那邊販售 可能那個年代吧 他以前在德國的時候 沒辦法這麼 就是他不是一個 這麼open 就是這麼給大家看的東西 可是在台灣確實 反而就是有點 比其他國家先進的部分 在性別開放 性別平等 我不能解釋 但是他覺得很酷 所以他就 開了一個影片介紹 沒有任何 外形式 它是一個 呈現台灣文化的一個 很簡單的 開線 我只想要 告訴你 所有商店都一樣 他這邊就是用德文說 他想要展示美甸店 以前的這種 用現在眼光看起來很土炮的 飲料店 都超好 好 雖然是科技有很多 但是 那個年代的東西 就是好吃好喝啊 就喜歡那個地溝油 那個3G清安 我突然發現我講那些 不太政治正確 好啦 不要 不要做黑心食品 但是 我很懷念這個年代的東西 我媽獨懶了 這個小孩的生命 我爸在後面拿著攝影機 先掛 真是個好爸 這就是我爸 看到這一種塔 這種呃 展示 這種這種價值 就知道這就是 以前的文具店 以前文具店都會賣那個明星的小卡 然後可能一張10塊20塊這樣 還是很多人買 我不知道 我從來沒有買過 但是 我都會看 我那時候喜歡買個明星 我就站在那邊看 這個好懷念喔 以前是真的 每一個書局 每一個文具店都有 接下來要展示的 就是 當初所有外國人愛上台灣的原因 注意看畫面 又下降 That's my man That's Taiwan 這就是台灣 你懂嗎 就是 我很喜歡這種台灣 很大部分人 很大部分是隨和 但絕大部分人都很隨和 然後很熱情 這些事情 以上言論全組可以 強調一下 我對國外認識 也沒有那麽多 的 意義感 貴一點 你當然 可能也有其他想法 可以留言告訴我 伊標網 網路漫遊中心 就是網卡 網路漫遊中心 因為聽起來就很高大上 欸你今天要幹嘛 沒有我等一下可能會去那個 網路漫遊中心 做一些 去住民族 就是去網卡打漏 這不是聽起來就很 很高端嗎 因為淡水有人去過這個網卡 留言告訴我 他是不是投帝斯 我好喜歡投帝斯 要網卡 所以我們可能是住這附近 就我媽可能想要放到我們家 這時候我就會講 我曾經 快過山條大 我曾經 就是因為我們家的窗戶外面 都會掛 就是掛那種鐵籃子 然後 種一些花花草草的 然後他跟我說 我有一次 爬到那個 你知道那種掛式的鐵籃子嗎 我就站在可能14樓 的那個窗台外面 那個鐵籃子的盆在那裡 他看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他寫在那裡 這個時代的麥當勞杯 看起來真是很有實力 你是不是也不知道 他看起來就很活潑嘛 我很喜歡 這個時代的麥當勞 現代麥當勞 拿骨 拿骨 看一下我弟 看這個 他小時候真的是會讓人融化 那個長相 就是他整組就是會讓人融化 你知道嗎 我這時候的面相其實看起來 我就不太喜歡 好 這就是一個很帥號城的故事 我們下次再說 其實看這個影片對我來說也蠻好的 就是我會開始想起德文要怎麼講 我大腦現在開始那個德文的語言包就重新了 現在又再開始說出一些德文 不錯啊 不然我永遠很擔心我德文已經沒有辦法用了 不行我已經錄了50分鐘了 所以對今天這集又要在這邊結束了 因為真的塞不下 太多了啦 真的太多影片了 然後我覺得拍第三集其實真的蠻不要臉的 同一個題材 連拍好幾集 但好啦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繼續看 大家真的可以留言 告訴我 我就繼續拍 那時候我覺得這樣真的超不要臉 一直在敷衍 當然我不覺得是敷衍 因為這個我拍起來 我覺得我很投入 然後文獻的臉 也很恐怖 上次我 我不知道 同一個題材拍第三次不會太多嗎 留言告訴我 如果不會太多 我就接著拍 因為下面 來啊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下面還有這一堆 然後再來只是 2002年的資料獎 所以接下來還有2014年 還有其他資料的獎 太多了我覺得看不完 感謝老爸感謝老媽 攝影集是老爸買 然後很多影片是老媽拍的 好啦 那我們下次見 Cheers